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若一旗桿立於屋頂上 經阿倫在地面上距離房子50公尺的A處 側得屋頂的陽角為45度 在同一地點再側得旗桿頂端的陽角為60度 求旗桿的長 那我們根據提議呢畫這個圖 首先呢 阿倫是站在距離房子50公尺處的A點 這是屋子的高度 根據題目的敘述 因為阿倫側得屋頂的陽角為45度 所以這個角是45度 那這裡又是直角 所以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麼這段長是50 代表這屋子的高度也是50公尺 這時候屋頂有另一個旗桿 那我們假設這旗桿長是X 那麼阿倫由這個A點去側得 這旗桿頂這個陽角為60度 所以這一個角度 是60度 那這時候呢 我們看到這一段的長度 這是X加50公尺 那麼這段長度呢是50公尺 那這個角度是60度 那60度對的是更號3 30度對的是1 這個比例關係 因此呢 X加50公尺就是50公尺的更號3倍 所以呢我們寫下來 這X加50公尺 會等於這是50公尺 去乘以更號3 因此呢直接把這50移向 我們就算出啊 這X呢是等於50公尺 減50 單位是公尺 這一個答案 我不會和這一個可能性 呢 哪一種